南投世界茶叶博然会邦尼凤茶活动 日前于中心新春大草场登场 现场凤茶桌上有黄上凤茶 老外泡茶还有身穿潮带服装 拖原住民服饰的泡茶师在场为游客服务 也让现场的游客喝茶喝得开心 今天呢透过这个邦尼凤茶的活动呢 除了呢让大家呢可以了解 在四个茶区里头呢有不同的 像我们的国际的茶席 还有包括呢小小的这个茶艺师 来泡茶一起跟您分享 所以茶道跟茶艺的文化是要从小来培养起的 尤其让大家喝上一口好茶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学习呢 也让我们能够培育出更多 我们南投的年轻的这个小小的茶艺师 所以今天的活动呢再次的感谢 我们仁爱香农会 还有所有各地的协助 我们活动可以非常圆满的好朋友 请大家多多的掌握 再次的来到我们中心新春 参加世界茶叶博然会 现员油耗林如阳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借此也为南投吸引了大批游客 不仅促进茶农经济也带动地方逛逛 就是由仁爱香农会 他还配合举办的邦宁奉茶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的话有巧巧的茶艺师 他还把这无我茶会 无我的精神 他还把它彻底的融入在一个 茶文化跟这个整个茶的冲泡 那今天在邦宁奉茶的过程中 也特别要让大家呈现出 茶道的真正的文化与精神 很感谢仁爱香农会 第一次我们办理这个邦宁奉茶的活动 那也希望我们在地的孩子们 从小了解我们这些饮茶品茶 以及奉茶的文化 能够让我们南投在地的特色 希望大家一起来感受南投在地的文化 先议员林婷立林悠悠指出 现场的茶艺师从少年到长者 非常有趣又特别 届时也能让孩子们 从小对于茶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仁爱香的高山茶 一直是最好的品质 最好的茶 那今天呢 特地来我们的茶博 这边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茶 我想大家都知道 卡努的风灾过后 其实我们更需要 大家来多关心一下我们的产业 那也希望能够大家来茶博这边 多消费一下我们仁爱香的好茶 给我们多一些支持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看到今天呢 有一个小小茶师 也才五岁而已 那也很开心可以看到 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了 到八十岁的长辈呢 也在这边来当茶艺师 那我们也很开心可以看到 这样子由小到大 由少年到年长的 这样子的文化传承 现场茶师巧妆打扮 展现不同的茶文化 茶席间不论视觉 味觉还是喝茶环境 都是全然不同的体验 记者球运局南投采访报导